今天我们将开启一个全新的主题叫做访穿搭 当然这也不算是一个完全全新了 因为我在2017年的时候也有做过访韩剧女主穿搭 可能很多小伙伴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关注我的 那么今天这个主题跟之前还有一点小小的区别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场景 就是当你在看手机的时候发现 这个明星或者这个博主穿的这一身look非常的出彩 就非常心动 不知道穿到我们普通人身上会什么样呢 今天我们就要把这些穿搭从图片变成现实 看看我们普通人穿上到底是什么效果 仿穿搭不仿人不买仿大牌 老刘你在干嘛 白白河最近是穿搭挺出圈啊 要不我们第一期好穿搭就拍它吧 怎么样 开整 白白河的穿搭给我的感觉非常像是那种艺术系的女学生 就是穿搭用色非常的大胆 是我本人平时很少尝试的风格没错了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穿搭吧 首先第一身我选的是它的这一身搭配 就是这一身的搭配用色我觉得非常的巧妙 以及它裹上带的那个大金属链子的配饰 我都有注意到哦 那下面看到我选的哪些单品 首先上衣的白色内搭我选的是这件优衣裤的白色T恤 加上外面这个绿色的卫衣 因为现在春天了嘛 所以我就没有选毛衣 选了一件卫衣 就类似于那种果绿色的感觉 颜色上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好看 非常的妙 而且这个衣服价格还挺便宜的 只不过说我买回来之后有点小吃嘛 对等会你们看到上身效果就知道了 那么裤子呢相应的我也没有选那个灯心绒的裤子 就选了这一条卡其色的裤子 这个裤子我觉得还是挺适合春夏天穿的 因为它的料子非常非常的舒服 另外还有那个金色的大链子 等等也在这里 就选了一个这样的金色的链子 非常的街头非常的酷 为了这一身的仿穿搭 我还专门去买了正品的同款帽子和鞋 看到我这种拼的份上 确定不给我一个一键三连支持一下吗 刚才刚刚说的包 百百合这身搭配的包呢 也是香奈儿一个丝绒造的夹子包 然后我想了一个这样子的 它是PU的 应该这个包也只要30多块钱 你敢信 它前面还有一个这样的小口袋 也是可以装东西的 然后里面就是一个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包空间还挺大的 而且它除了这个鞋化的肩带之外 还有一个这样手提的肩带 太可爱了吧 也才涨30多块钱 如果你觉得这一身仿穿搭成功的话 就把绝绝子打在宫廷上 如果失败的话 就打一个继续努力 鼓励一下老刘吧 第二身搭配是一个紫粉色的上衣 加上一个电光蓝色的牛仔裤 哇塞 这身单品简直要找死我 太难找到同款了好吗 它的这个上衣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纹路 我放几张我找的这个裤子的图 你们看我搜电光蓝牛仔裤出来的都是什么东西 所以最后我找到了这两件 一个是这个 紫色有一点粉调的衬衣 以及它上面也有一些这种扎染的图案 还有一个这样子电光蓝的灯芯绒裤子 真的找不到电光蓝的牛仔裤 那这身搭配用到的包包和鞋子呢 我选了这两个 它的那个鞋子呢 也是有一些蓝色的元素 但是我实在是找不到同款的鞋子 所以我就还用了这双小白鞋 然后包包呢 它背的应该是一个香奈儿的中骨帆布包 那个也非常难找 而且可能找到的也买不起 所以我就找了一个这样子的包包 我觉得跟这身搭配应该也还挺搭的 因为它上面也有这种蓝色的小圆圈 跟裤子颜色还比较忽硬 贴心呢我还注意到了它的袜子 但是那个袜子 我本来以为会比较好找到同款 但是也没有找到 所以我就选了一个 真的跟上衣颜色比较类似的 这种紫粉色的小花花的袜子 我觉得应该也是比较搭的吧 这身呢还有搭配一个蓝色的耳饰 对我的这个是很早很早之前买的了 中间也是有一点这种蓝色的装饰 所以就带这一对吧 如果你们觉得这身仿成功的话呢 别忘了给老刘打上绝绝死 失败的话你就打上继续努力 我猜这身弹幕跳的应该都是绝绝死的吧 那我们开始第三身搭配 第三身呢我选的是这身路口 我觉得这身应该参考性会非常的高 首先他选了一件白色的卫衣 然后我身上穿着的这件 就是我选的白色卫衣 然后下面搭配了一个灰色的褶皱裤 我选的是 这一条灰色的褶皱裤 这条的价格也不是很贵 好像也就是一百出头 我这次选到的单品都是非常非常评价的那种 这身呢他带了一个爆纹色的小帽子 也在我手里了啊 还有一个牛仔的包包 他背的那个牛仔包包呢 应该是香奈尔的一个牛仔的包 我这个也是一个牛仔的 然后他也是有这个外缝线的 牛仔蓝和白色一个相间的搭配 其实这个包的包型 也有点小香风的味道是不是 然后他的链子呢也是金属链子 他自重稍微有点重 但是他价格也超级便宜 才只要六七十块钱吧 这一身搭配的鞋子呢 是登登这双白色的帆布鞋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这身的look吧 还是别忘了决决子 还是继续努力 下面应该到第四身了吧 第四身搭配呢 我选择了这一身 是一个棕色的卫衣 搭配了一个灰色的白褶半裙 下面穿了一双黑色的鞋 那么看看我选的单瓶 它那个棕色卫衣上面 还会有那种比较可爱的图案 所以我卫衣也选择了一天这样子的 虽然说图案有点不是那么类似的 但是都挺可爱的 下面半裙呢选的是这一条 这个裙子的垂感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然后价格也非常便宜 也都是几十块钱 这个卫衣好像也是一百出头的样子吧 白百合这身搭配用到的包呢 是一个扣齿的中补包 我有见过同款 但是我没有买 因为我见到的成色都不太好 所以我就挑了一个这样子棕色的包 你们猜猜多少钱 猜猜只要三十多块钱 天哪 我觉得这个包也是非常超值了 然后鞋子呢搭配的是这一双 哦对还有一个帽子 它戴的是一个浅色的帽子 帽子就选这一个吧 这个也是在之前帽子合集里面 我给大家分享过的一个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这一身搭配啦 还是如果你觉得这身仿得成功 就行吧 决决子打在公屏上 如果觉得失败的话呢 可以打一个继续努力 最后一身呢 其实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身 它里面穿了一个黑色的裙子 它外面穿了一个灰色的针织T恤 然后还有一些那种小的爆纹元素的装饰 我觉得这一身是 反正我个人最喜欢 就比较简约 然后又很好看 所以我选择了这两件 里面呢 选择了一个黑色T恤的 一个长款的连衣裙 外面搭配了一个 这个灰色的针织衫 这个灰色的针织衫才40多块钱哦 而且它的版型和质感 我觉得都还挺不错的 只不过说 可能会有一点乞求的风险 里面的这个黑色连衣裙 它其实还有一点自己的小设计哦 就是这边它是有一个 往上提的这么一个设计 这个T恤它就是纯棉的料子 摸着也非常舒服 平时出去六个弯啊 我觉得这个在夏天还是挺实穿的 暴纹的包包呢 我买到的是这一个 它是一个单箭袋的 对白白盒那个是一个双箭袋 但是这个包我也觉得特别的好看 而且还挺实用的 它的这个单箭的空间还蛮大的 如果是小个子女生的话 我觉得斜化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它里面也是有理称的这种 它价格60多块钱 我觉得对于一个发布袋来说 可能有点贵哈 但是它的个工还有款式 我真的非常循环 上面还是搭配的 这个暴纹的针织帽 那我们就直接看这一身搭配啦 最后一身搭配 希望大家还是可以配合一下老刘 别绝死还是继续努力一分定 OK 本期内容就是这样啦 如果你喜欢这个主题的话呢 别忘了给老刘一键三连 另外你们想看谁的房传 大家都可以留言告诉我 说不定下一个视频就是你的提议 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啦 拜拜